这首诗歌比较难 比较不容易 这个交通是根据和基督的联合 那交通的结果也是叫我们更多的联与基督 所以这个联合是交通的条件基础立场 那这个联合也是交通的结果 交通的显明 交通的彰显 交通的一个情形 没了就是与主联合 但是你能够联合还是因为你能够交通 还是根据你和主的交通 所以那这个就好像逻辑上是不通了 如果一件事情是那个原因 怎么能够同时是那个结果呢 如果是结果那就不是原因了 我因为有钱 所以我买房子 你不能说我因为买房子所以有钱 这个应该果不能够到啊 但是呢 属里的事就是奥秘就在这里 因为这个原因 原因都在于主所做的 因为主做了 主做的 他不光是做在他自己身上 也做在我们的身上 也带着我们一同来做 所以这一个你如果没有起事 主做了你还不知道 所以你能够与他交通 因为主做了一些事 就要把你连在他的身上了 所以你看见了这一个 你就科目交通 你觉得你现在很容易进到交通里面 因为主已经做 把这件事做成功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原因了嘛 那么结果呢 也是变成联合 就因为在经历上 我们身上 因为这样的 在交通中把自己更多摆给主 也让主更多通到我们身上 所以就合出一种情形啊 就和主有在经历上的那个联合 所以在这里的讲究就在于 基督是完成的事实 还有我们向着基督所有的经历 我们能够经历是因为基督已经完成 没有完成 你要跟他交通 你做梦也别想 你也没有资格 你也没有 也不想做 你也没有那个力量 所以他就有两面 有基督做的 有你做的 那所以先是根据基督做 而这个有你的做 然后因为有你的做 所以基督的做就成了你的经历 我想弟兄姊妹在做都是在主里 有很多 差不多很多年了 应该这个点一下 大家都清楚 这个连语主的死跟复活就是这样 这个第一节就在于看见基督做了 基督做了 基督做什么呢 我已与基督同定死 你根本就和基督同定死了 什么时候定死了 就是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把我一起定在十字架上 带到十字架上被神定死了 那这一个 你说这怎么可能 哎 属里尼士他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看见 你已经 这个已是很重要 你已经和基督同定死了 那么所以在你身上 原来你这个人 这个旧人 这个肉体的人 这个堕落的人 那个罪 罪的那个根 罪的那个性情 罪的那个权势在你的身上 因为你已经和基督同定死了 所以他这个死就在你的身上 救了你 脱离这个捆绑 因为他这个死一来到 他就没有办法来再那个下制我们 就好像我上一次好像举例子 一个人农夫养了一只猪 这个好调皮 老是猪这个猪盆的拱了拱了拱 就把这个猪的篱笆关了 他一下就拱倒了 一下搞了就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这个农产的主人就很气 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问别人到底怎么办呢 他说很简单 你把他头砍下来 他就不拱了 你如果不砍下来 他这个猪的脾气就是拱啊 我们这个人的个性 我们堕落的亚当的人 就是落在罪前世里面 罪和死的律做我们的主 所以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 他一次在那个上面 他不过他自己替我们死了 并且也带我们死了 这是神做的 也只有因为他是神成为人 所以他能做这样的事 如果不是神成为人 你去定死了十遍一百遍 你也没办法把你所希望的人 一同带去定死啊 不可能嘛 但是基督能够 所以我们要看见 但是在一个 一个活在这个天然的头脑里 都想不通这样的事啊 怎么可能这样呢 但是呢 在灵里得着属灵的启示 那个神的启示灵到 哇 这个属灵的事是吓得你 就是开启了 你就知道你已经死 实际上我们信心啊 都是不讲理由的 讲理由根本讲不通了 所以人家以为我们迷信了 因为你不关系基督替你死 基督带你死 基督为了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流了血 把你的罪得到赦免 换来赦免 你根本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下来 你也拿放什么罪啊 你还两千年呢 我们老祖宗都还没有生下来 可能我们怎么能够犯罪 所以你这个用这个头脑来想都想不通了 但想不通的是奇怪 我们各个人今天信主 得救了以后 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死 他留的宝学 已经接近了我们的罪了 老师说你为什么这样 你都讲不通了 可是奇妙你就是信了 因为那个东西啊 当你呼求主民受尽的时候 哇 他在拍下 属灵的东西啊 就开了你的心窍 你就看见灵里面的那个奥秘事实 所以同死是一样的 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 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 所以就脱离了三个事情 我的自己 我的罪恶 就是罪的权势 就是死跟罪恶死的律 还有这个 这个凡数的世界 这个没有甚别的 完全没有甚别的这个世界 这个 我们无论是世界 这个肉体 这个脊 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已经解决了 所以你就脱离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属灵的事实 是启示在我们的灵里 给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已经的事实 它这样呢 所以你就能够 平安地竭领 平安地竭领 意思你来迎接 你来接受 你来领受 这个复活 从死的生的生命 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 你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接受 毫无问题 这个也就是 这个亚当堕落以后 神就不准他 亲近这个生命树 来吃这个生命树果子了 因为吃的日子就永远不死了 所以他就安排基督伯 安排发火焰的剑 就那个周围啊 这个闪动 撞动 发火啊 基督伯就在那里 也不晓基督伯是什么样子 他眼睛瞪了 哪敢去吃啊 但是今天 因着基督的同时 这些东西已经撤走了 就开了一条又新又货的路 到生命树的跟前 来享受他的果子 所以你能够很平安的 柔和的微风 在你的周围 在那里吹嘘 因为你在基督里啊 接受了他的宝学的接近 能够亲近这生命树 来采取这次 他吃了 天天不管第一次 得着永远生命 并且一直用这一个 做你的供应 做你的喂养 所以这一个 就是根据 那个属里的事实 而得的那个实际 那这一个生命 它是从死而得着生命 就是复活的生命 来得着了 所以在这里啊 它底下就有一种 生活的一个表示 那个表示 还没有说到真正的来说 它一个是我甘愿了 你愿意啊 你甘愿了 但是甘愿和甘愿 甘愿和实际的做 还有一个具例的 好像一个孩子 今天这个 这个礼拜 母亲节 那你做妈妈人回家 孩子们 母亲节你怎么纪念 我 他说 妈妈 我爱你 还有一个孩子 妈妈 我以后都听你的话 你听了 高兴不高兴啊 很高兴 但是你信不信 它说的是真理 你也是一面说 相信它是真理 一面知道 这个不真 才讲了不久 隔边临舍的小孩子 哎呀怎么啦 他马上就走了 他也忘记了 妈妈 也忘记了 母亲节了 但是你这个甘愿啊 妈妈听得很高兴 她还是心愿嘛 所以你这个甘愿 和她同受苦 我们 我们都甘愿不甘愿 我们甘愿 真理甘愿吗 大不见的吧 笑伐她 笑伐 我愿意学你 致死顺服 到底啊 也还没有怎么顺服 不要说死 根本这个 饿一餐都不容易了 多走几步路都不容易了 那个笑伐 也不过是心愿而已 所以甘愿也罢 笑伐也罢 底下我愿跟主耶稣 愿愿也罢 都是心愿的问题 都是一个表示的问题 都是一个奉献的问题 但是这一些 在主看还是可贵的 祂还是保爱的 所以这个第一节很有意思 你如果我这个不讲 可能弟兄姊妹 不太容易了解这里面的讲究 我愿意来跟着 主耶稣基督 就是支走十字架的路 那么一直走十字架的载路 主是受死在那里 求主使我能够同理 这个求主使我 也是一个祷告了 也是一个祷告了 这个祷告就是要求主给我们力量 求主给我们一个 一个胜负的能力 给我们能够把我们那个甘愿 把我们那个效法 显为生活的经历 生活的实体 那这个怎么来答应呢 就是在第二节 在第二 我何难与基督同死 为什么不难呢 我何难 我与基督同死 为什么不难 不难呢 不是因为看见了那个 我已经与基督同死 哪一次啊 因为复活 我已经认识 我就是复活 我已认识 他就失忆了 其实啊 他这个那个意思就是 我已经认识了复活了 我何难与基督同死 因复活 我已经认识 我不难 我能够同死 那我何难与基督同死 因为神子 我愿意顺服 因为神的旨意 是这样 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愿意顺服 那底下 主借着复活的能力 今生在我的灵里 这个复活啊 主用复活的能力 就是复活的大能 他来生在我的灵里 所以 这个是那个 不难的原因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愿意啊 能够顺服的那个能力 复活的能力 所以能够走十字架的路 是因为 因为主的复活 带着你复活 他就把那个复活 传输到你的身上 所以你经历的复活的生命 就不难了 如果不是经历主复活能力 不可能 不管是难 并且是不可能 所以他这个道庄句 我何难 如果没有底下这一句啊 不认识你已经复活了 这个不可能啊 但是第二句能够这样宣告 因为你已经复活了 这个复活就是 主要就是 就是这个底下的 这个复活的大能 复活的能力 生在我的灵里 叫我能够与基督同死 叫我能够与耶稣同苦 所以这个第二节 这个经历 第二节的经历是因为 看见了那一个 然后接受复活的大能 然后接受底下 才有在一个经历上的 和主的同死 和主的同受苦 和主的一同来 这个顺服神的旨意 然后第三节 他成功了 又有事实的看见 又有经历的 这个能够相同 一样的 能够经历到这个时期 所以呢 他就在这里 就是同主身 同主苦 同高生 这个两行啊 这么同 他这个同 就包括看见 也包括经历 而这个结果呢 就是你成为得胜者 你成为得胜者 因为真正的连与 主的复活 死跟复活 然后 这个 并且呢 你就有把握 主将来在复活的早晨 他能够对你说 对你发生 以为你成忠心胜负 只走十字架的路 所以就给你奖赏 给你奖赏 所以 得胜 复活 都是 在这里 在于这个 联合 达到的那个经历上的联合 就是跟死 跟复活 这个第三节 同主死 就比同主生 同受苦 比同高生 这一个是 这个启示的 看见的 还认识的 还是 经历上的 这个实际上 有这个生活呢 是哪一种 就是 就是 完全经历了 到经历上 经历上 同主死 经历上同主死 所以呢 在经历上 必定是同主生 在经历上 与主一同受苦 受苦 所以在经历上 必定 跟主一样 有一天要高生 所以 得胜者 唯独照这样 就是这个样子 两个桶 两个桶 才能够蒙基督 奖赏 所以一个是得胜者 一个是奖赏问题 他是 先是 你是一个得胜者 所谓得胜者 就是在死跟复活 死跟生在两件事上 你怜于他 你活出他来了 你就是一个生者 那你也必定 像保罗一样 他知道 有公益的挂冕 为我存留 也就是菲律比 第三章 那个后面 认识基督 他有两部认识 因为认识基督 所以他看万事 如同分土 这个是启示的认识 然后 使我认识基督 怎么又使我认识基督呢 他不是前面 才说的是认识基督吗 他这个就是经历上的认识 好像你看见白坦在这里 你可以 我认识白坦了 但是你吃了 哇 我认识 我认识白坦 这个认识就深了 经历上的了 感谢赞美主 所以这首诗歌 实在是蛮好 我发现了 好像我们这个 现在教会里面 这个诗歌的空气 还没有怎么起来 就是我们这一帮弟兄姊妹 在一起的时候 我到有的时候 有哼哼哼哼哼一点 我很少听到你们哼的 盼望那个诗歌 能够坐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好不好 如果能够坐在这地步 这是很好的一个路 叫我们在生活里 享受与主交通 能够进到主的里面 保守我们的灵 感谢赞美 弟兄姊妹都能够领悟吧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一同再唱一下 唱的时候 不比太快好不好 因为这些意义比较深了 你如果不采摩它 仅仅就喉咙在那唱了 也唱得很和 这个曲调 但是感受就好像风吹过去 很快不通过去 不容易深入到我们的里面 稍微慢一点 那个副歌可以稍快一点 有一点夸耀 有一点宣告的意思 其余正歌还是那样的速度 请请 来 祝你一天多多平时 我自己最要做谁 所以我们命的决定 都总是神秘密 我还愿和他同守护 笑话的既是神光 我愿跟父亲说地道 是不死是家与人 一生走是家在路 主是生死在哪里 家族人多难逃避 一直都是家与人 我还愿和他同守护 并不和我一人生 我可爱与耶稣同复 也真正我的人口 主接着父母已等你 今生在我的人里 一生走是家在路 只总是神秘密 一生走是家在路 主是生死在哪里 家族人多难逃避 一生走是家在路 公众神秘密 都神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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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主为祢化身 以为祢 沉重心生 我自主是 自家里路 自主是 自家在路 我自主是 自家里路 自主是 自家里路